你们看 那边那个女生很漂亮 对不对 她是我的妈妈 我妈妈非常聪明哦 她在台湾的工作 就是负责消灭脏脏的垃圾 妈妈告诉我 现在啊 全世界每天都制造 好多好多的垃圾 像是我们常常用来装水的瓶子 我喜欢玩的玩具 还有喝饮料的杯子 吃饭用的盒子 还有其他好多好多不一样的垃圾 结果好多国家的垃圾都处理不完 就跑到山里 海里和森林里 把漂亮的地方都弄得脏脏的 我讨厌这样 还好我妈妈在台湾工作的地方 超级无敌厉害哦 妈妈她们会把脏脏的垃圾都收集起来重新分类 想办法帮她们做大变身 变身之后 这些垃圾就会重新变成新的东西 妈妈在工作的时候 会和大家一起做好多的事情 她们呢 会用很多厉害的机器 对垃圾敲敲打打 做很多的实验 想办法让这些垃圾 可以变身成其他不一样的东西 经过大家不断的努力 终于成功完成变身实验后 妈妈就会请各种不同神奇工厂的叔叔们 把更多的垃圾做变身 变身过程很神奇哦 工厂的叔叔们会先打碎全部的垃圾 然后把它们融化 制造出全新的原料 再来呢 就会开始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把这些原料变成好多不一样的形状 重新把它们变得漂漂亮亮的 最后这些垃圾 就又变成全新的东西了 像是妈妈工作时用的笔 爸爸妈妈出去时戴的眼镜 还有我喜欢穿的漂亮衣服和雪鞋 好玩的球球 妈妈跟我说 这些都是从垃圾变成的哦 我觉得我妈妈真的超级厉害 根本就是超强的神力女招人 我将来也要和妈妈一样消灭这些垃圾 循环经济 台湾持续践行中 我现在的对方明里也有的 可能是不错的 请你发动 我发动了 第一次从垃圾变成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